解释第十二章第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用铁像客馆万角的 但你孩子被提督神保座那里去了 我提过的就是我会用多一些例子 因为实际上我是这样的性格 我是这样的做法 或者你不一定是 但我希望用多一些例子和个案 去让你理解 我所说的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在信仰上 不能够成长 是绝命绝路的信仰 基本上是来自这三个大的范畴下 我们不懂得去调节 所以当然听完昨天两篇信息 你无论你的性格是哪一类型的话 记住 不是说你自豪这个类型的性格 可以拿到老 不是 你到老你都不改的话 你以性格上不懂得成长的话 其实在神的面前是不达标的 因为这个小孩子是利用这个刹断的过程当中 去什么 去故步自封 不是 去闭门造居 不是 去成长 在第二个 我在圣经里面所看的另一样很大的范畴 发觉导致很多人跌倒 就是很多人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因为不懂得去改这件事 而导致他出事 第一个我们来说是性格 而实际上这个是神最针对我们的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自私的性格也好 内弱的性格也好 什么性格也好 即是一样根本 你不是来自神的 你就需要圣经去收削 和去过滤 但是第二个大的范围 除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格 就是我们一向做的怀执惯 怀执惯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格不同 怀执惯可以是我们人生转型的初期 怎么知道转型呢 就是可能你由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牧师 好像我那样 或者你由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板 在这个转型的初期 我们会慢慢培养了一些习惯 但是问题是 这些习惯经过十年 经过二十年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古旧老的习惯 但是这些古旧老的习惯 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神都希望我们一直成长 但是原因就是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是极之小变动 举个实际的例子 你就会明白 而因为就是这些小变动 而导致我们很多时候 这些习惯变成一个老习惯 一个旧的习惯 但是我们不说这些旧习惯 我们都算是未成长 或者是否定成长 甚至当这些习惯 变成是坏习惯 我们都不改 导致别人的信仰 产生破坏 那就大件事了 明白吗 就好像举个实际的例子 例如举个例子 有些教会 在我认识的过去足足的三十年里 这三十年的人数 都是在三十年里面的 OK 于是我想像 你成为一间三十人教会 的牧师 已经三十年 又不死 那你能够 在那间亚会当中 自然会养成一些习惯 这个习惯 事实上不需要变 因为它是三十人 我说的是三十年前 是三十人 二十年前是三十人 二十五年前是三十人 一年前是三十人 今年也是三十人 我认为 里面甚至连冷气都不用加多个 每年要做的事 照做都可以 三十年 都是三十人 但是 这个就可以说得通 但是问题 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给了铲烂 这个铲烂 很多时甚至是成长 又或者甚至是变动 譬如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三十人的时候 建立了很多教会系统 很多这些的习惯 但是下一步 你会看到我们变成三百人的时候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些习惯呢 现在我们如果在三百人教会当中 我们还要用三十人的习惯的话 那变成是坏习惯 尤其是更加严重的就是 我们是去到三千人的时候 我们都用三十人教会的系统 所有的做事法 你能够上场 在策略上来说 你会看到 这个旧的习惯 就变成是坏习惯 因为我们的习惯 其实在未来的成长日子 当中会为我们 带来以上不到的问题 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按着策略的对比 我们知道 每一样的变动 它带来整个整体的变动都很大 它产生各样的问题 但是反过来 我们又想起一个事实 神给我们一个生命 是吧 神给我们这个生命 是吧 但他期不期待 我们三十年都不成长 我说三十年 即是 如果 你能够想象一间教会 如果三十年里面 都是三十人的话 其实是不是神期待呢 是吧 其实是神不期待的 神根本不期待 我们三十年当中都没有长进 没有突破 所以神是 其实很多时候 会给予很多呼召 使命 也可以称为 甚至是困难 患难 很难的 又大又难的事 这些可以 甚至称为 铲难 但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顶不住的话 如我所说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步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去调节 去改进 去跃进 就好像每一位 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我身边当中 和我 这么多年一起 可以说打天下的 这些 领袖 他们就会知道 我们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都会 在我们 旧有的习惯当中 我们会用 微语囚谋 去调节 这些旧有的习惯 我再说一次 我会用 微语囚谋 这个理由 去改造我们 很多坏习惯 当我们三十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预备 我们教会一百人 我们一百人的时候 我们已经预备 我们教会当中 我记得当我说到 我们教会当中 三十人的时候 我和鼎姊妹说 我们快要有二百人 我记得当时 一间 可以说二十年里面 都是二十人的教会 的牧师 二三十人的教会 听到我那篇说到的时候 他猛说我很骄傲 他说你真的太骄傲 你说你教会有二百人 你将会有二百人 你这样也说得出 你很骄傲 你明白吗 现在当然你听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牧师 不单止幼稚 难怪他真的到他退休 你教会都是二三十人 你见不见 我所说的 很多时候 我们人生当中 一生限制 限制我们自己的成功 限制我们自己 拥有的天地 那个是我们自己 很多人他们 懒于改变自己的族观 也不会做一些 未雨绸缪的事 他不单止自己不做 人家做他 还骄傲 所以我们教会 当我们三四十人的时候 全威 指明他都一定可以 告诉你 见证给你听 我们已经预备 我们教会有二百人的时候 我们的秩序是怎样的 当我们教会有二百人的时候 我已经说定 我们教会会 用多少巴士 去转我们过千人 去聚会 我们怎样分堂 我们怎样有场务 有秩序 当你听我以前的主日讲道大 对比今天 现在发生我们身上的事 你会发现 我们的成长 不单止是 神给我们 我们有回应神 所给我们的成长 你知不知道 这个也是你信仰上 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事实上 就如我所说 我们不懂得用 如我所说 未雨绸缪 这个原理 去改变我们 旧有的生活 旧有的习惯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 还未预备好迎接神所 给我们一个 海阔天空的未来 就好像现在 你知道我们说 2012信息 我今天一直预备你们做什么 我预备你们做约失的 你知道吗 没错 当然可能有些人 会觉得我骄傲 或者什么都好 但问题 至少我跟从神 走到现在27年 神所给我每一次的带领 我照着信心去说 但问题 做最多变动的 仍然都是我 明白吗 我愿意去改 我愿意用未雨绸缪 去改造我旧有的习惯 使得我更加适合神所 给我的抗战 现在弟兄姊妹 我现在就算 今天跟你讲这一篇的讯息 是预备你成为弱身民众的 OK 而事实上 我已经有27年的credit 证明我所说的 证明我所做的 证明我所做的 和我同辈 不要说同辈 我的长辈 很多 他们还是持续 以三十人教会 或者三十十人教会 这个纪录就退休了 或者离世了 你知不知道 好像举例 我有一次去探望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有五间教会 但五间教会 都是由三十人至五十人 我当它五间教会 都是五十人 都是只有二百五十人 你知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去破除我们自己的坏习惯 而导致就算我们的增长 都好像他那样 竟然二百五十人要分五个堂 你能够想象 原因就是说 这个牧师 他的系统 他的习惯 这个我没有时间和大家详细去分析 他的习惯 他的信仰 他自己的带领 他自己的管理 根本是不能够超越五十人教会的管理方式 所以他的五间教会都是三十人至五十人 这样的尺导 然后就退休了 因为他后来中了风 所以就退休了 这个你会看到 就如我所说的 因为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 另一个会限制我们的 另一个导致我们走去绝路的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旧有的习惯 而旧有的习惯 记住 很多时候是我们很多年的成功 或者是初步的成功 或者甚至不要说成功了 甚至是我们应付我们的工作 而建立出来的 而不是代表它是完美的 是要不断去检讨的 所以感谢主席 在电影节目 如果你参与我们的教会当中 任何部门都好 我说的是 你由搬运至到Nursery 由电影部至到主日的二刑一二小组都好 你发觉他们是不断去检讨的 而这些的检讨 这种的微宇纠谋 就会将他们过去建立了的习惯 更加精益求精 更加磨理它 而你会亲眼看到我们所说 我们无论做会一样东西 我说的不是领袖 我说的是平信徒做出来的东西 都是精益求精 都是在进步的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如我所说 这个就是叫做成长 而这个是会为我们人生当中将来 带来极之美好的将来 打破很多我们自己的牢笼 而现时的兄姐妹 我为你所带来的预备 我为你所带来的微宇纠谋 就是预备你和我将来成为弱身民众 这个明白吗 一定会成为事实的 无论我们的敌人信不信我 都不关他们的事 等于我以前的敌人 根本都不相信我自己会过到三十日 他信他的事 但走到他跌眼镜 他们又不认账 又不觉得自己是跌眼镜 在我教会二千人的时候 他又好像忘记了以前自己 所谓好像批命那样批我们教会 是不会过到五十人 不会过到一百人 又或者不过到二百人 对不对 你会看到 当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没有自知之明 又不能从别人身上去学了这些 这些优质 这些榜样的话 我们只能够眼白白看人成功 我们自己不会成功 我们眼白白看着人家是高星 我们自己不会是高星 明白吗 所以你会看到 弱室的所有兄弟 只能够眼白白看着弱室是被高星 这十二颗星当中 只有一颗星就是被神高星 三颗星和太阳月亮都要向这颗星下拜 对不对 这个就是弱室的梦 但是这个牵涉到就是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们 我们怎样成为这颗星 我们怎样成为 这个孩子和其他儿女的十二颗星当中 那一颗 那一颗就是哪一颗星 弱室的那颗星 我们怎样成为弱室这颗星 这个鲜烂的小孩子 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他会成长的 而成长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 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将你自己建立的坏习惯 这些习惯不理是什么时候建立 是近两年建立也好 或者建立了几十年也好 改了它 使得你自己 不要让自己 根本是你可能不为意底下所建立的习惯 或者甚至未经大佬所建立的习惯 或者只不是人造你造的坏习惯 去限制了你将来的一个成长 启索第十二章第五节 婦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用铁匠盒管万国的 但是孩子被剃刀神补助那里去了 神啊 神啊 让我忠心 侍奉你 黄铁 再往昔 尚余悲 你 愿欣奉每分秒 愿欣奉我身心 甘揭你 愿快跑只跟着你 希望跟你 希望跟你 共享 让这心 蓄藏 你 更尽移 奔跑 现在不停留退避 持续走到终极 全信心将心度紧记 跟着你终极 尝现康复热情 片藏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